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庚子自由谈 今天是已经是第十四场了 谢谢大家一直的陪伴 今天是3月27号 今天昨天就整个这两天吧 最最令人心碎的事情就是武汉的各大殡仪馆 他们的市民排着长队 他们在领骨会 看着那些静默的那些场景 那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算得上 是我们共和国历史上最令人悲伤的春天之一 但同时呢 今天又是世界的戏剧日 也同时是世界的威士忌日 这些元素加在一起 觉得特别魔幻 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人生如戏 不如喝酒 好了 今天我的一位好朋友 我的一位好酒友 赵国军先生 他将为我们带来民智宪法的诞生 对于民智宪法 对于法律 我当然是外行 所以说我对于这个选题 无法提供给大家更多的这个绿叶来陪衬 我们今天赵国军先生这朵红花 但是我倒是非常的愿意为大家介绍我的这位好朋友 赵国军先生 国军他是 对我先说这个官方版本的好吗 先说这个 新闻联播版本的 国军是日本法政大学的访问学者 他同时也是近五年来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旅品牌 世界文明之旅的掌门人 在他旗下其中有一条线路 叫做日本为明智为新之旅 这条线路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文化旅游的领域内 非常著名的非常金牌的一条线路 而且因为设计这条线路 因为整个这条线路做的这种文化的品位 以及这个高端 所以说频频被各大这个文旅的 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各种论坛 那峰会啊 请去做报告 同时国军还是有一个 在中国的法律界 众所周知的一个品牌 叫做中国律师观察网的创始人 很难想象 在十多二十年前 赵国军先生以他的一己之力 他一手创办了这个中国律师观察网 另外呢 国军还是这个先后在法治日报啊 法治网等等等等 在这些这些机构任职 另外呢 在这个就是互联网社群 最最火爆的那几年 国军创造了一个品牌 叫做君子约 这个社群品牌的这个影响力 曾经达到了这个十几二十 就几十个这个就微信 这个微信社群一起联动 后来呢 这个因为君子约的这个 这个巨大的这个品牌影响力 我曾经还和国军合作过 有一个音频节目叫做君子约冒号 人生必须的一百节法律幸福课 但是了解我们的朋友都会知道 我和国军我们俩能做出什么样的内容 所以说理所当然的 毫无悬念的这个就是我们自认为录制的 非常的漂亮的这个音频课 后来没有被允许在官方网络上线 刚才以上的这些呢 我觉得就太过于新闻联播的这个版本 因为我和国军的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 好朋友好哥们这样的关系呢 我还是更习惯于用我和他 我们常我们常用的这种语言风格 来介绍一下我的这位好朋友国军 国军我觉得他是一个这种 如果一定要我从他的身上提取出一个关键词的话 那这个词就是也许 请允许我用一个词叫做也 怎么讲呢 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位我的这位好朋友 他是一位从精神到肉体 一直保持在野的野蛮生长的野火烧不尽的野生的野孩子 我说国军的这个野 就是说他的这种在野 其实是包括两种 一种是在野的身份 还有就是在野的立场 国军他从来他并不在高效 但是说实话作为他的朋友 就是这些年我观察 他的读书写作思考 却比很多的大学老师都更要勤勉 当然了他写的书 我看着都很心疼 他写的书大部分都在书号这一关 就胎死腹中 国军的在野 他就是指他更加的不在衙门 不在官府 国军是一个地道的异类和小众 但是他却干着这种 一直在干着庙堂和主流们应该干的事 就那句话叫做什么地命海心 什么这个什么卖着白粉 然后什么操着这个什么的心 就是说的是他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 国军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热爱书法 他尤其钟情于有一种体叫做窜包子体 所以说国军自学成才的这个窜包子体 目前这个他所书写的这个书法 基本上就是说成为我们 这个朋友圈子里面的 我们天天都想要看到的这个大字报 我们把它称之为大字报 当然了我们也把这个赵国军版的窜包子体 我们把它称之为骂街体 就是赵国军写的这个 这个就是每天的这个大字报 日记体的大字报 可以说我觉得 当然我不敢用一个大词叫文化景观 但是起码他也是一个 就是个人书写的一个 一个微观的 一个一个文化景观吧 总之我的这位朋友 他活得嬉笑怒骂飞沙走石 他他在我眼中是法律界的首席化劳 他是法律界的超级段子手 因为我们是朋友 所以说我才斗胆用了这么 揶揄的风格来介绍他 但是其实一直以来 我以及他周围的别的朋友 包括别的师长们 我们都对国军报以十分的敬意 因为在这些年来 国军的写作 讲课 办网站 做游学 他十年如一日的独立思考和勤奋传播 虽然说 他的这种 这种嬉笑怒骂也好 或者嬉皮笑脸也好 他的这个就是酷似这个酷似朝鲜人民共和国的这个 这个现任领袖的父亲的那副容貌 你千万不要被他的这副这个就是嬉皮笑脸的容貌所欺骗 因为在那副容貌的下面 有你所看不到的端庄 好 我觉得说了这么多 还是没有能够完整的表达出国军先生 还是请大家直接的听他的讲座吧 有请著名的法律文化学者赵国军先生 在我心目中 他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法律说书人 有请绝不完美 但绝对生动的赵国军先生 哎呀 一个人生前如果能听到这么好的道词 那简直是太幸运的事了 感谢小楠给我这个 盖棺定论式的热情洋溢的切众恳性的入目三分的道词 然后这个也字用的太好了 我唯恐也的不够 感谢各位 今天我们是庚子自由谈的第十四讲 本来最初动议是我和肖楠和几位朋友 然后赶压的上架 把这个讲座希望搞起来 肖楠已经以前的讲座里介绍过了 但是讲到今天的自己成了主讲嘉宾 居然还来了第二讲 这个确实我听了前面的老师演讲之后 有点惶恐 讲座呢 纯属真的是一种内部闲聊式的 然后朋友之间聊天解闷 然后又想有点趣味式的一种群内的一个叫做非常自我的这么一个活动吧 但这个传播的也越来越多 参与的老师也越来越多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麻烦的事 也非常严肃的事 就是当私下的闲聊变成一种公共表达 变成一个公共呈现的时候 你虽然这个打着闲聊的牌 但是你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观点都在万人瞩目之下 尤其是在专家学者的检阅之下 何况咱们这个群真是高手林立 都是我这么多年来成长过程中 我所钦佩我所认定的师长和我喜欢的朋友们 这个讲着讲着确实 一开始我还是自信满满的 我把它定为一种媒体人的热情的一种社会化的言说 但是事实上它里面后面真的是有很专业很学术的东西 尤其是日本这个主题 我曾经跟何老师讲过它的为难 就是特别懂日本的专家 然后懂日语的专家 往往又于自己的专业范围 在自己的空间里循环 这个没有贬义 只是说这种现象 可是真正要跃出专业范围 成为一种公共表达 或者我们通俗的说是一种媒体式的表达 还挺难找这样的人的 像我自己 这说实话就是热情有余 学历不够 今天午后我还和蔡茫汉教授交流 上午发那个关于日本传统那个读书笔记 实际上这个大体上是抄来的一个笔记 但是里面也存在着 由于翻译的问题和不懂原文的问题 可能有 不是可能有 就是可能有误读 这里面就真的是挺为难的 热情有余 学历不歹 这样来说呢 就会闹笑话 当然对我这种野孩子的笑话 真的这个倒没有那么大的虚荣心 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 向外传播的公共产品 或者公共表达 这个就应该要有所羞耻 好 这个就不多讲了 既然已经要讲课 咱们就不用占用太多的时间 我只是把这个现在的处境给大家 这个交代一下 我今天的第二讲是明治宪法的诞生 它的大前提呢 是我想讲日本的民权运动史 在第一讲里我就说了这个意思 民权运动史到底什么是民权 这里面从字面上来说 先有民后有权 日本这个现代国家 什么时候从一种封建体制 慢慢转化到 现代社会里的国民公民 这种这个民 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这一点非常吸引我 非常吸引我 我很好奇 第二个权那当然是宪法上的 就立宪 体制之下的公民的所有的信仰 言论 集会结社出版 这些权力 这些权力 它是怎么生成的 这也是让我特别好奇的地方 所有的好奇都连着 我对我自己祖国 现在目前形状的担忧和愤怒来的 因为稍有对日本明智维新历史 有了解的人 大体上有一个直觉的关照 这个对比就会发现 我们现在的国家貌似热气腾腾的 泡沫飞溅的往前的发展着 实际上这一点有点像明智维新 一会儿会讲 然后呢 但事实上我们个人的权利 可能生存的权利 吃饭的权利 某些方面的权利还是有的 但真正的政治权利 公民权利是极端匮乏 乃至是一个危险的存在 这是让人说不过去的 所以说讲日本民权运动史 是绝对别有用心的 有意而来的 就想瞪大了好奇的眼睛 看着日本那个第一个现代国民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一个现代议会是什么时候开的 第一份报纸什么时候办的 奶油面包 西装革履的这个套餐 是什么时候 这个进入日本生活 等等等等 这里面呢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大体自由派 会保持着一种昂扬的 乐观的进步主义的一种心态 认为日本它是一个好学的 认真的 能够真正在历史关头抓住时机的 这么一个成功者 等等等等 貌似还是不错的 但事实上呢 过程十分复杂 复杂到你会 你会一会欣喜 一会儿凯探 一会儿狂热 一会儿伤感 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 真的是极其不容易的 我在第一讲里讲的 明智初期的政治反抗 从某种意义上 还谈不上民权运动 但它已经是现代制度 或者说打开国门之后 这个国家 这个遭遇了剧烈的政治震荡 和社会震荡 当然文化思想的也发生了 一点点发生了 然后在这个猝不及防的 必须要解决的 这个政治问题面前 整个传统的日本社会 发生了剧烈的震荡 就有了那种 我把它叫做明智初期的政治反抗 这个反抗 有农民源于租税的 有对新兵制不满的 刚才那是对新税制不满 甚至有对义务教育不满的 砸毁学校 2000多所学校被砸毁 当然最严重的分裂 来自于武士集团的被出卖 或者说被忽视 然后以这个江藤新平和西乡龙胜 为首的武士代表的领导阶级 然后变成了反政府的力量 险些把出生的这个明智政府 给干掉 就1877年的西南战争 今天讲的是西南战争以后 应该说日本是大踏步的 凯歌高奏的向前走的 一段叫做伟大的改革开放的年代 所遇到的政治困境 今天我们讲的是明智宪法的诞生 大家都知道明智宪法是1890年 从1868年到1890年 整整过去了22年 日本终于出现了自己的第一步 宪法 这个宪法诞生的过程 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里面是一波三折 研究这方面的专注 包括日本通史 关于这方面的介绍都是浓墨仲裁的 因为这是一个决定着日本 这个叫做生死线的一个关键节点 关键节点 大家都知道 整个日本事实上 立宪的压力 最重要的来自于列强 就从1853年打开国门 1858年日美 这个条约签订之后 紧接着 英法俄都跟着来 列强事实上给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 不平等的条约在哪里 就两点 第一个所谓的领事裁判权是司法权 你日本的司法水准达不到这个文明国家的标准 我的侨民 我的国民在里面犯罪 我不相信你 你中国人还见着别人打五十大板 直接这个连沙带砍的 根本没有程序 没有律师 没有辩护权 这个不行 这叫领事裁判权 这叫司法主权 另外一个就是关税 就是钱的问题 钱袋子 就是你这个关税 就是你的国家也没达到那个水准 这个关税并不说我把你的海关给你控制了 你没有权利收自己国家的税 你有权利 但是制定关税税利的权利在我 出口进口 你有一定的权利 但这个权利必须我说了算 一个钱袋子 一个刀把子都在别人手里 这叫国家主权的丧失 所以说日本怎么证明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 怎么能够达到西方的要求 这个摆出不平等条约 摆脱不平等条约 那就得立线 另外一个当然是民意 民意呢 我们上一讲讲过 刚成立的明治新政府 确实是撒长为首的 应该叫做藩法 或者说革命大股东 垄断了政治权力 并且在整个政治过渡期中 事实上起到了一定的稳定强化和有益的作用 但大家都知道这种独裁的这种专断的体制 并且处在一种社会或者时代大巨变 大动荡 这个利益板荡 利益震荡的这样一个瞬间 矛盾重重 所以说1878年5月 大九宝利通被刺死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是明治威星之后 最强力的日本的铁血宰相 日本的比斯麦 一个非常有作为 极有手段 另外特别能干的能臣 大九宝利通被刺死 日本的暗杀有一个传统 我杀你 杀你我是有理由的 我在杀你的时候会有一个 叫天谴式的 就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杀你 大九宝利通被杀 就是他垄断民意 忽视民众权利 然后外交无能 等等罪状 写的清清楚楚 所以说从这种政治巨变下的民意来看 整个的垄断的权利也是岌岌可危的 必须需要分权 这样说来压在日本 这个立宪的两座大山 就是列强条约和汹汹民意 这是躲不开的 这个权利赚的越紧 垄断的越深 矛盾也越深 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事实上呢 要这个客观的说 明智独裁政权 这个番法也好 专制 这个专制官僚也好 在立宪的问题上并不糊涂 可以说有高度共识 是立宪的 包括大九宝利通 掌握着那么大的权力 被人诟病 他生前也是主张立宪的 只不过是由谁来立宪 对不对 是由我们上节所讲的 1874年的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来立宪吗 是由这种微弱书生吗 民权运动家吗 不 还是由政客说了算 所以说他一开始就是一种高度国家共识的 没有什么这个歧义的 然后呢 是由这个独裁政权垄断的这种立宪 讲到立宪呢 事实上了解日本历史的都知道 立宪的萌芽在幕府时代就早就 就有了 1867年大政奉还幕府所谓倒台 但是1860年到1867年间 幕府已经向还欧美派了六次是几次 我记不清那个数字 就好几次的代表团去访问去修约 去试探虚实 包括福泽玉籍就是这里面 随团的这个从西方传来火种的人 事实上早就想立宪 早就想考察西方 就出了一个宪法纲要 更不要说我们的旷世大英雄 这个日本所谓人气之王第一的版本龙马 版本龙马在他短暂的31年的生命里 最重要的一个革命性的作品 就是传宗八策 这个我形象的说在日本整个混沌一片 不止这个革命向何处去的时候 为整个日本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有点像美国的托马斯潘恩 这个完全大家还蒙着呢 还在捞扫抱怨 还在发怒呢 这个潘恩说革命 必须把这个英王干掉 这跟孙中山也有一笔 等等等等 这个版本龙马早就提出这个 传宗八策里其中有一个就是宪法制定 可以说在明治维新政府之前 幕府也不是傻子 这个所谓的旧政府 旧的反动政府早就有此意 但是呢革命总是在统治者已经发生变化 但民众感觉不够快的时候发生 这是托马斯曼的名言 这统治者已经发生变化了 但民众觉得不够劲太慢 中国革命也如此 法国革命也是如此 当然它具体的面相可能更复杂 然后就来了这个明治维新 然后1871年 盐仓巨市啊 带着这么大庞大的考察团 豪尽了呃 政府财政的大步去西方试探虚实 以修约为名 事实上是这个跪岛变败式的学习 这些睁开眼睛 真正了解西方的呃 明治政府杰出的第一批领导人 事实上都已经意识到 如果日本还是一个个人独断专行的国家 那是没有希望的 必须得像欧美那样呃 立宪 用我们这个法律人的话来说 就是施行法律的理性统治 否则自己永远是个野孩子 哈哈 永远是个野孩子 呃 这样来说 明治维新初期的我们把它叫做第一呃第一个宪法性的纲领 五条试文 五条试文基本上是一种宣讲式的啊 是一种宣誓性的呃 政策性陈述式的呃 对全球对全国人民表达改革决心式的 我把它叫做准宪法式的文件 里面也已经表达了要这个进行变革啊 然后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然后大家都知道考察团里有一个风流倜傥帅帅的啊 完全能够成为艺术节作里的英雄人物的维新三节目护校允啊 就是那个桂小五郎先生白天这个提刀出燕京啊 这个革命治世啊 晚上以红微翠啊 守着这个一记在京都潇洒风流的桂小五郎啊 他去了美国 他在美国看到的东西就是美国的宪政体制 在途中就赶紧来了一个美国来信 这个在在的向自己的革命的领导人呼吁 说日本现在啊真的不是真正的文明 我们现在的开化也不是真正的开化 就是这个发誓多了一些真正的东西是议会啊 同志们 议会才是最高等的文明 然后目护校允不但发来了美国来信 而且还在一个德国留学生叫青木周藏吧 这汉子啊 这日文不这么发音 这个人后来成了这个外相啊 这个是德国留学生 就紧着就起草了日本的第一步啊 这个叫宪法草案 就作为啊 我们说这个新政府的政治局委员这样的角色 然后就出了一个宪法建议书 但大九宝利通反应比较冷淡 他并不意味着大九宝利通反对 他啊也不只是个人恩怨吧 大九宝利通在立宪的过程和步骤上有自己的考量 这个日本第一步宪法草案事实上就就有意思了 他都是后来的这个明治宪法的雏形 你比如说天皇是权力的本源呢 国务大臣以君主或天皇的名义行使权力啊 两院制议会履行立法职责 请注意这很关键 出现了两院制议会 两院制啊 两院制这个到 他基本上版本龙马也提到过啊 这个主要是履行立法职责啊 这里面提的就很明晰了 紧接着就是由于那个征函令 我们上节讲到的1874年高层分裂就出现了自由民权运动 主要是这个版源退驻和后腾向二郎啊 这个都是图左翻的 在日本的整个政治史和政治版图上 图左翻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这里面出现了大英雄版本龙马啊 出现了这个版本员退驻啊 还有后腾向二郎后来的医院的下医院的议长 还有这个直目直胜吧 就那个大帅哥死得比较早 那个图左翻几乎是民权运动的发源地 并却是理论化妆师 有很多杰出的干才 无论是宣传家 政治家 政党活动家 包括理论家都有啊 这个呢 自由民权运动啊 事实上 我们把它放在民权运动史来说 是最精彩的 它也是一条主线 没有代表不纳税 这样的口号 居然竟然在1874年 我们中国还磕头 光绪刚登基的时代 就已经提出来了 什么人民主权啊 议会为王啊 代议制啊 这些都是从西方看来的 学来的东西 不但成为反对专制政府的政纲 而且成为向民众普及啊 这种叫民权思想 宪政思想的经典演说 经典演说 事实上这些启蒙 这些啊 为政治而斗争的努力 都取得了 这个应该说 在后来看来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重要的成果 1874年自由民权运动发起 闹得轰轰烈烈啊 当然这个政府也不是白来的 伊藤伯文这次出面啊 给1873年份儿出走的板员退驻 包括木户笑语拉过来 让他们两个握紧了 大九宝利通的手 在1875年大阪 日本历史上召开了 第一次叫立宪会议 这个立宪会议 很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第一啊 他把这个政府啊 强力政府和民间反对派 做了一次调和啊 刚才我说的 这两个枭雄 另外一个呢 在没有议会之前 在这个会议上 居然竟然成立了 地方官会议 就是由全国的府县知事 就是全国的省长会议 先召开地方官会议 起着临时性 全国立法机构的作用 从1875年大阪立宪会议 这个地方官会议的动议开始 到1878年 你想想 府县都有这个议会了 那么 那下面呢 对不对 但下面是哪来的呢 事实上 也涉及到整个国家体制 日本也是一步一步来的 县 我们都知道相当于省 河北省 山东省 然后在1880年后啊 就开始引入了郡和市 就我们所理解的 就是县级市 地级市那些吧 然后呢 再往下 就是挺和村啊 就是更更下面的 我们理解的是镇子吗 和村子吗 这样一个行政架构 赶紧搭起来 配合着府县知事的全国地方官会议 然后这各级机构也召开自己的咨询性的会议 这相当于宪法还没有出现 但宪法机关大体上 已经有了 或者说大体上正正在努力搭建 对不对 等等等等 这都是明治宪法前期 或者说那个大九宝利通 死亡前后 在做的努力 在做的努力 在这里面来说 是一个官方主导的 与民间和解式的 然后相忍为国往前走的架势 大阪立宪会议 还有一个成果 就是设立元老院讨论立法 元老院 这是一个重要的机构 在宪法之前 元老院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元老院是由咱们上节所讲的华族 就是那些 旧的大明的大明啊 黄史成员呢 然后更杰出的人士 组成的华族 咱们说四百多户吧 是四百二十四百七 四百多个华族 和一些法学家组成的元老院 这样说呢 就有了一个审议和制定宪法的 这个机构 元老院 元老院从此就开始工作 我们把它叫做1876年 元老院献草就开始了 这时候元老院所这个制定的宪法 居然竟然非常开明 大家当时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做 所以说相对来说 在体制内是有民主的 每个人 包括委托给的元老院都有一定的自主权 你们随便想 怎么想怎么来 先拿出一个草案来 元老院的草案一拿 哎呦 大家尤其是那些啊 真正掌握权力的人 像言仓巨士啊 伊藤伯文呢 就就很反感 嗯 为什么反感呢 因为元老院呢 居然竟然把天皇的权力 做了一个分解 呃 他认为天皇和议会 应该共享立法权 这样来说呢 那大权就授予国会 并且现在特别强调下院要有这种预算审批的权 简单的说 核心在这 这个方案是不能接受的啊 尤其这些旧官僚和旧的公卿啊 他们呃 一直把天皇捧在第一位不说 第二主要是担心自己的权力损失 几经周折啊 可以说从1876年到1881年 整整五年间内啊 都就着元老院的这个宪法草案进行争执 结果是呃 解散了起草委员会 否定了元老院的方案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呃 应该叫做日本历史上一次非同反响 影响很大的叫明治十四十四年政变 明治十四年政变 这个为什么这么叫呢 是因为元老院的方案被这个否决解散 之后呢呃 每一个阎仓居士认为每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都应该表达自己的意见 大部分人都是唯唯诺诺的 就是像官场那样的没有什么奇异的或者是反对的意见 但这时候大伪重信站了出来 大伪重信咱们上节讲过是自由民权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 最早的参议1873年辞职的和西乡龙胜的 这是肥前藩的一个杰出的代表 大伪重信应该被誉为啊 日本最杰出的现代化推手啊 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 大家在早稻田大学的那个校园 能够看到他的雕像 也能看到大伪讲堂 那是他在文化上的 但是在政治上 这可是一个不死的啊 打不死的老战士和老英雄 在我们现在看来大伪重信是最朝前的一个人 思想极其解放 然后呢政治智慧也特别老练 几上几下 从自由组党的政党到入阁 到做外相到做首相啊 到组阁啊 他几乎走遍了 包括大藏省做大臣 他从内阁到总理括号首相 到政党政治的杰出领导人 在日本明智维新的初期的政坛上 极具影响力 是一方重镇 就这个啊 长得不是擅长的啊 中国人们会很恨他 因为21条就是在他当外相当首相时候出来的 大伪重信 事实上和版原退驻和后腾向二郎 在当时的政府里是公开的反对派 不遗余力的反对派 你可以说他是异端啊 可以说他是少数派 但他有时候也是多数派 他事实上在整个现代政治和明治宪法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这次啊 严仓居士征求意见的时候 大伪重信抛出了一个他的版本 他的版本极其西化 他说 这个日本应该采取英国议会制 英国议会制哦 应该实行限制政府啊 宪法的限制度的制 限制政府就是政党政府 完全站在自己的那个 呃 政党立场上 然后呢 权力取决于我们政党有原则的斗争 就公开明朗的阳谋来谋取权力 大伪重信这个方案呢 在当时的政坛那是完全激进主义的 或不能被接受的 你想元老院那样的方案都被否定了 这样一个重磅炸弹就造成了叫明治十四年的政坛危机 啊 这时候大伪是大藏相 大藏相 大藏亲 呃 也是一个重臣 然后这个方案逼得伊藤博文呢 以辞职相要挟 就是如果这个方案要实行 那我就不干了 然后呢 结果是大伪重信出局啊 然后他被踢出证据就卸任了 就就像这个民主政治一样 他短暂的就离开政坛 把他给否了 这样宪法的制定权就从此以后 就掌握在了伊藤博文手里 伊藤博文啊 这个这个名字我们中国人太熟悉了 伊藤博文那也是啊 赫赫有名的 那执政时间应该是最长的吧 这次安倍超过的就是他吧 他从1885年作为日本第一个内阁总理大臣 到首相到1909年被刺死 可以说是第一人 对吧 天皇最信任 然后在政局中最重要 哪怕兼着宫内省 兼着什么 但他啊 苏明院的议长 但他都是第一号的人物 伊藤博文呢 多说一句 他的经历简直是个奇迹 伊藤博文出身呢 极其低啊 武士力不分等级吗 知道日本历史都知道 叫足轻级 他就脚的那个足啊 就轻的就不能再轻 足轻都不是有配刀的权利 而是打仗的时候 你得自己准备战马呀 什么什么武器的 然后再上战场那种最轻最轻的底层 然后就是长州藩的 就今天的山口县的 那是个正着窝子 那里面出了很多的奇才 包括现在日本政局 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山口派 长州藩里一个足轻的一个非常低的 好像还是过季的 但他认了一个最牛的老师 就是吉田松音 那吉田松音 那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 整个一个思想教父级的人物 他下面的这个门声鼓励 后来成了明知为心里的重要的政治骨干 就从这样一个那么低的级别的人 然后开了眼 去国外看了 也会英语 溜得很 然后早年也是激进分子 这个也烧英国大使馆代办处 这样的一个嚷疑先锋 到后来就是折服于西方文明 在日本政界一步一步走上大位 他本来是 他本来好像是幕户孝允的手下吧 因为幕户孝允是长州藩的嘛 但他很快就投靠了大九保利通 就萨摩藩的就第一强权人物 然后迅速崛起 不但成为天皇重臣 而且成为明知政府 叫No.1时的政治家 这也证明 从他身上的这个经历 也证明整个明知为心的一种革新的气象 大家想一想 像他这样出身的人 天皇握手都会觉得脏 对不对 那是有级别 那是有身份的 那是一个那个年代 包括今天这个年代都隐隐约约都 是吧 都有身份 其实只是在心里而已 可是他居然位及人臣之手 天皇非常倚重他 也信任他 所以说伊藤伯文夺过了立宪权 从1881年开始 一直到明知维新宪法出来之前 都是他在做主导 他怎么做呢 很简单 向西方学习 他先去出国考察 去了 1882年吧 开始好像是一年半 到1883年回国 他出访的国家就是德澳国家 因为他和连仓巨师早已经决定 要用德国模式来这个做 英国 日本宪法 也不只是这两个 肖雄在决定 事实上 最重要的人物 景尚义啊 还有很多阁僚 都主张用德国方式 然后呢 这个伊藤伯文就先考察 先学习啊 先拜师 然后在奥地利 请教这个当时有名的宪法专家 像格乃斯特呀 莫斯啊 这些啊 斯坦因呢 这些都是他 不但是请教 而且还把他们拉回国来做顾问啊 凯旋回国之后呢 事实上真正着手工作是1885年 到1888年吧 也就三四年间的时间 伊藤伯文宪法出炉 这个宪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关门之作 但是呢 也深思熟虑 关门呢 就是几个他看得上的特聘的专家 一是外国专家 一是国内真正的懂西方的人 比如金子奸太郎啊 哈佛大学的这个博士啊 法学博士是元老院的秘书啊 伊东四代志啊 是太政官的秘书 也是懂英语的 还有刚才说的景上义 景上义从某种意义上是灵魂式的人物 因为他是伊藤伯文的亲信 有司法背景 也是相当于大内总管 内阁书记官长 并且呢 他牛轰轰的翻译过 普鲁士宪法 这是景上义 然后德国宪法专家莫斯啊 外务省顾问 罗斯勒啊 这主要是他们五个人吧 好 这个 在伊藤伯文的努力下 综合各方意见 1889年2月11日 这个日本的明治宪法 这个正式发布 为什么选择2月11日啊 熟悉日本历史都知道 这是神武天皇的建国日啊 就相当于日本的国庆节 说某种意义上 今天好像也有这个国庆节一说吧 2月11日这一天啊 祭完啊 这个 和先皇先祖啊 祭完啊 遥相仪式神功祭拜之后 天皇就 正式啊 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啊 这个仪式非常有趣味啊 是黑田青龙吧 还是伊藤伯文 把这宪法交给了天皇啊 这个场面非常宏大啊 略去不表 天皇看都没看 天皇也没有打开 然后呢 就轻轻的把他交给了 伊藤伯文 还是当时的那个黑田青龙 我不记得了 就这个仪式就完成了 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天皇赐给了人们一部宪法 保持着天皇天皇的权威 宪法颁布之日啊 还发生了一个呃 特别让人惊讶和痛惜的事 就在这一天啊 文部大臣日本也是杰出的政治家森尤里被人刺杀身亡 森尤里啊 是开化官僚之一 文部大臣啊 包括日本的现代教育在某些方面深受他的影响 因为他颁布了很多的大学令 师范学校令 并且提倡学校军事教育 呃 健全体魄等等都是他来的 就在这一天啊 他被刺杀了 并且呢 在呃 这之前在宪法颁布之前呢 他和伊藤博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论 呃 就是关于宪法里臣民的权力和义务一章 森尤里这么开化的人说 呃 不应该规定臣民的权力和义务 当时让人很 让不理解的人很惊讶 呃 以为这个没有臣民的权力和义务只有天皇的权力吗 森尤里说不是的 呃 臣民的所有的权力 从某种意义上是他的 本分 是他的身份 就相当于是他天赋的人权 如果再把天赋的人权放在所谓人定的宪法里 再确认一道 那就意味着这个天赋的人权实际上被挤占 被剥夺 或者说被别人控制了 事实上森尤里的反对极有价值 但是呢 伊藤博文 呃 遵循宪法文明的惯例 呃 非常严正的 反对了这个 建议 并且他的反对呢 呃 在表面上来说很有说服性 就是说 如果不规定呃 臣民的权力 那么来说就 呃 法律上不能保障 宪法的文明不能得到落实 虽然冠冕堂皇 但基本上属于这个宪政语言的叫做公开化 而不是那种高深的森尤里的理论 这是一个插曲啊 这基本上 今天讲座的史实部分 我就想 讲这么多 这个大体上做了一个铺陈 做了一个来由 但怎么评价这部宪法 确实呃 是专家的事呃 很复杂 我不想多说 我想简单的呃 归纳一下 这个明治呃 宪法 最重要的当然是把天皇的权力呃 弄到了无限大啊 所有的权力都来自天皇 关键是按照现代啊 这个立立宪政体啊 呃 天皇掌握着所有的权力能想到的陆海军呃 什么呃 内阁佛向他负责 军部向他负责 呃 反正都向他负责吧 但是他有没有被惩戒的权力 这肯定没有 他几乎都是这种授权性的啊 对他没有禁止性的 全是授权性的啊 这是第一步啊 一切权力归中央啊 中央就是天皇 呃 第二个比较麻烦的是 大家都认天皇没得说啊 但是这些机构怎么 怎么办啊 下面有内阁啊 就各各大臣呢 各部委呀 有军队 然后还有元老院 还有新来的疏密院 疏密院呢 要多说一句 本来以前是元老院啊 但现在呢出现了疏密院 疏密院本来是1888年为了审议新宪法设定的一个临时机构 但他通过这次宪法一直保下保留下来并且形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势力和两院中的贵族院啊 这些大家想象吧 都是皇亲呃 都是都是高官 都是伯爵 反正杰出贡献者等等吧 这样来说呢 呃 政治权力又多了一块 但这些人都对天皇负责 他们之间怎么制衡 他们之间都是单摆服割的平行的 然后各自为正的引号啊 各自为正的 他们这些怎么协调 这里出现了两个最危险的因素 到后面都遭到了 说报应有点过啊 一个是报应啊 一个呢 是积极的反应 一个报应是军部啊 海陆空啊 海陆军吧 好像没空啊 那时候没空 海陆海陆这个军权当然都归于天皇 那军人谁来管呢 军人不对内阁负责啊 军人直属天皇啊 这个讲的这个是吧 很到位 但是议会如果跟内阁都没有权利干涉军 这个军队的权利 那军队怎么办呢 这个有一个专有 这个专有名词叫帷幄上奏啊 就是运筹帷幄啊 帷幄上奏 汉字是这么表达的啊 就是说统治权归天皇啊 陆海军呢 呃这些呢 不经过政府直接向天皇上奏啊 经过天皇裁决 哎这个从这段下来说也没错 对吧 军权属于天皇吗 关键有两个制度性设置 很厉害 一个呢 就是军令啊 军人都有军令啊 军令从哪来啊 就是你你总说天皇 你得有具体制定军令的吧 不归内阁啊 当然归军部啊 当然主要不让议会审啊 军令属于啊 这个军人自己提 就像那绕开了国会 绕开了这个内阁 直接跟天皇帝条子 然后就因为军令 从军令部 然后成立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的权力很大很大 到后来山县有有棚 那简直为什么成为陆军之父啊 出军令的有专门的军令部 和参谋本部 独立于政府机关和议会 向天皇负责 这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啊 一个独立的权力 另外第三条就更重要 是所有的啊 这个呃 军界的领导人任命 都得是现役五官 大将或者中将 就是只谈的最高级别的啊 这样来说 这个军部又有人事权 对不对 他有那个立法权 军令 呃 那个立法啊 军事立法 军事战略 然后呢 机关又不属于 然后呢 他人也也也 别人也干涉不上 这在后来的日本政坛 一片散沙的时候 出现了极其 呃 混乱 就是当一个人想组阁的时候 军界的人怎么办 军界要么 这个 要么不提供人选 然后让你垮台 你就组不起了这个阁 第二呢 要么提 那当然提自己 这个信任的人 对吧 这样就造成了军部可以介入政治 但政治不能介入军部 这样一个怪现状 这是明治宪法的一个重大漏洞和缺陷啊 我们我们这么叫啊 但事实上在那个情境下是政治力量对比之后的结果 他事实上给后来的军国主义也好 后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扩张政策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不能说报应 叫做积极的反应 就是国会 大家两眼盯着的就是国会 因为真正的立宪 最重要的是招议员开国会 啊 这是整个天皇在预备立宪时候提的 也是整个的议会政治的核心 就是先把议员招上来 然后要开国会 国会说了国会分两个 一个是贵族院 一个是下议院 贵族院就不用提了 都是那种皇亲贵族 刚才说了又加了个书密院 然后呢 下议院就是个口子 下议院的权限在哪里 下议院的权限实际上十分之少 他没有任命权 没有绝对的立法权 但他留了一项叫预算审批的权力 归下院 尽管把这个权力 归了下院 还加了诞书 就从某种意义上说 你不能否定政府的预算 如果你否定了 也没关系 政府按照上一年度的预算来执行 但是多少的为下议院 保留了预算审查的权力 就这么一个微弱的口子 在我看来整个拉开了这个 日本的议会政治 或者代议制的 这样一个巨大的风口 或者是巨大的机会 怎么说呢 第一个很很有意思 政府的预算基本是是年年递增的 如果说否决了执行上一年预算的 这种可能性很少 很小 并且呢 议会决定不了太大的权力 但是对各部委 各大臣的否决权还是有的 比如议会刚刚成立 就狠狠地否决了海军 海军大臣的这个预算 以至于出现了海军大臣华山之际的 那个叫蛮涌演说 就暴露真相的蛮涌演说 就说 那个意思是权力都在我们萨长那儿 都是我们这些萨长同盟来把控的 然后泄露了政治秘密的一个像笑话一样的演说 但是下议院有了关于预算审查的权力 并且围绕着预算审查 就不停的在扩权在扩权在扩权 以至于把新生的这个日本议会 从政治斗争到政党斗争到预算斗争 或者应该倒过来从预算斗争到政党斗争到政治斗争 这么一点点像引线一样 慢慢慢慢慢慢搅动起来的 好了 关于宪法部分大体就说这么多 但是呢 在我看来还应该说 1890年的这个明治宪法公布之后 它不只是一部宪法 因为在宪法这个通过的同时呢 又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叫教育斥令和军人斥育 也叫斥令 还叫斥论的 就是给军人和全体国民的 以天皇的名义发布的道德招书 在我看来 这是比僵硬的宏大的明治宪法更有效的 叫金光闪闪的一个活宪法 小宪法 这两个文件 军人那部说 仅以教育斥令为例 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教育斥令完全是道德立法 完全是以天皇的名义来向全国的臣民 叫做好人做好事 哈哈 这个这是经过精心的啊 就是国师原田茂福 就是那个原田什么的 我一时原田 原田茂福吧 原田那个老师 就那几个他真正的那个 负责他儒学修养的 导师和高层政客斗争的结果 这个教育斥语啊 我们可以把它形象的比作毛主席语录一样的 叫民主席语录 明治天皇的语录 全国的小学 起码以小学为例 义务教育为例 都要把天皇赤语和天皇像并排啊 挂在一起 并且臣民们小学生们老师们都要对着天皇赤语 鞠躬致敬 背诵 形成自己日常生活的圣经 这个事实上 起了极其重要的叫统一公民道德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直到1945年二战之后 教育斥语 教育斥语已经被 才被废除 但事实上 他形成了一代又一代的 日本人的叫道德共识和基本叫公民伦理 并且教育斥语非常巧妙 他没有把这些 宏大叙事 说成是天的 来自于神的 而是来自于天皇的皇祖皇宗 这样来说呢 他事实上就形成了一种天皇主导下的大家长式的这种亲政的 亲民的形象 他比那个冷冰冰的明治宪法在我看来更重要 这对新生的日本凝聚人心很重要 很重要 事实上各国基本都会玩这样的招数 除了我们这个死硬的那些冷冰冰的法律和宪法之外 这些道德招数很管用 包括关于近代国家 国家意识形态的神话 公民意识的统一 都有这样的作用 我们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叙事 除了这个驱逐达鲁 就是恢复中华呀 从日本借来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 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的概念 形成了一个新道统 这和教育赤鱼有什么区别呢 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借用过来的 是再造的 是重塑的 过去哪有那么多民族 那么多汉族 那么多什么族 对不对 是1890年是1899年 两起潮才弄过来的 对不对 这里面我把它叫做小宪法 更有用 好了 这个基本上关于宪法部分就讲到这里 大体是这个意思 当然有更细的细节 我们紧接着要说的 就是第二部分重点 就是民权运动 民权运动呢 在我看来是一个大概念 大概念就是第一节里 时常也已经出现了 他不是简单的民间的反抗 在我看来他包括两块 一个是高层的反抗 所谓的议会斗争啊 政党之争啊 然后才是民间的反抗 因为 这个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长势的这种极权主义加权威主义的统治模式 这种这种体制里的反抗 首先来自于高层的更有力更强烈 主要是我们讲的自由民权运动啊 大优众信呢 把援退驻啊 这些埋伏在 埋伏在新政权里的重要的反对派 当然 现在随着明治宪法的颁布 出现了 这个更为复杂的形势 那就是议会开了 议会开了就是公开的斗争 对不对 以前还是政党和专制官僚争夺政权 现在不是 现在是在议会里公开的争取权利 争取利益 变成了公开的斗争 所以说 从明治宪法1890年颁布 到1912年吧 我们就就把明治 明治这个驾崩那一年啊 这个时间段做一个考量的话 议会斗争 非常有意思的是 从在我看来叫早期的 这个就乱作一团 到后来的同心协力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早期是乱作一团 同心协力呢 是后来这个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当然都是形象的比喻了 但真正的内情是什么呢 从1890年 正式开议会 到1894年 这四年间 基本上是政党政治 然后议会斗争 最激烈的 因为大家刚开始 各种利益都摆到了台面的上 然后尤其是这个 刚才讲的下议院 多了一个审查预算的口子 所引发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失衡和较量 冲突 十分明显 斗争特别激烈 第一次斗争就发生在第一次开国会的1890年的7月1号 然后大伟重信呢 版元退驻 后腾向尔郎这些公开的反对派 在大选中 在下院大选中获胜 三百多个议席 三百个议席啊 他们两党加起来居然占了171席 这可是一个事实的存在哦 他已经占了多数 所以说在审查一案提出一案的时候 就占有绝对的主动 这时候叫做翻伐政府 就是专制官僚们 面对着新崛起的政党力量 要想通过预算 要想政治不发生特别难看的分裂 怎么办 那就黑金政治 就是收买分化 尤其山县友鹏 最善于做这个 然后紧接着1892年的第二次选举 这就不是仅仅的这个选举了 而变成了打斗 在这次选举中 居然有25个人死亡 388人受伤 关键是这么激烈的斗争 这么惨烈的连死带伤 这典型的暴力选举 政府也没有获胜 还是让这个少数党派 所谓的民权运动占了上风 这种政党政治的激烈化 深刻的影响了这个日本的政局 以至于造成了有一年 就是1896年 大伪众信和版元退驻联合组阁 就是这是第一次出现了政党领袖 来组阁 以前没他们的份 这可以说 从1874年 22年来的第一次胜利吧 虽然他很短暂 因为组阁不成功 然后这个下台了 但这让人眼睛一亮 政党政治到了最后 已经变成了深刻的影响了 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政治精英 伊藤博文非常开明的 务实的和政党接触和政党合作 这个是破天荒的 因为这在番伐政治 在整个萨摩这种权力同盟里来说 这是不屑一顾的 这是令人不耻的 或者说令人非常意外的事 可是伊藤博文不 他和自由党改进党 不但频繁联系 然后阻隔 任用他们做大臣 做相 然后呢 居然竟然在1900年 自己出面成立政党 就是政友会的成立 这标志着自宪法成立以来的议会斗争 通过民权运动 通过所谓少数派的政党 不断的把政府给同化了 把政府手握实权的人慢慢政党化了 这个引起了另外一个巨大的反弹 就是山陷有朋 这也是来自于一个 常州藩比族青还低的 我查的资料叫中间 就上下左右中间 就说比族青还低的 这么一个阶层的人 但是山陷有朋 从这么一个低的位置 一直做到相 做到首相 做到伯爵勋爵 反正陆军元帅 近代陆勋创始人 所以说从伊藤博文和山陷有朋 个人的这个命运和经历来看 这也证明着明智维新的一个新气象 尤其是在用人上 这是以前想都不能想 都不可能的事 山陷有朋成功的控制了贵族院 联合了所谓的 叫做政局中的保守派 我们形象的说吧 然后组成了自己的叫山陷有朋派法 自1900年 伊藤博文还活着的时候 伊藤博文的半拉子政党化 和他的强力的 这个元老重臣的身份 和山陷有朋 就构成了两架马车 对立之势 对立和竞争和斗争之势 1909年 这个伊藤博文被刺死 然后山陷有朋自然的就接过了 应该说这个独掌大权的机会 一直到他1922年离世 可以说在以后的十年到二十年中 都是这种元老政治 以山陷有朋为代表的派法政治 在左右着日本的新政局 除了激烈的打斗 议会斗争出现了惊人的一梦 就是所谓的合作模式 这种合作模式 非常有深意 这种合作是源于 形象的说是源于外部扩张 帝国主义崛起 包括最核心的问题 是朝鲜问题引发的 在明治宪法刚刚颁布的山陷有朋内阁 就提出了一个日本外交史上著名的 叫做外交理论 就是主权限和利益限 日本要保住自己的主权限 要扩大自己的利益限 当然自己的利益限 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主权限 说白了 就是为自己的扩张 从某种上的政治不安 解除自己的政治不安 找理论依据 朝鲜是个绝佳的点 因为朝鲜那时候还在清朝政府控制手里 俄国也蠢蠢欲动 美国顾问也在朝鲜 英国也在 所以说列强有环伺之势 当然中国是大股东 俄国是从后面也不老实 日本经过两次试探 从中国手里要夺回朝鲜 直到1885年 伊藤博文当总理大臣的那一年 到天津和李鸿章签了天津条约 才确定了两国对朝鲜问题的一种均衡态势 这事实上已经意味着中国的衰落 因为以前是中国一股独大 现在出现两个股东 双方约定如果对朝鲜动 必须通知对方 以至于1894年发生东穴党起义 清朝已经派兵过来 把这个起义镇压了 已经没事了 日本还是跑过来了 当然从天津条约来说 中国违约了 但事实不是 事实是日本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和密谋 就要公开挑衅中国的领导权 要独吞朝鲜 主动宣战 从1894年的8月1号打 就是我们中国叫做的甲乌海战 后来发展到甲乌海战 中国彻底被战败了 1895年的这个马关条约签订 日本独吞了朝鲜 这个战争总动员 大大激发了 这个应该说日本人的爱国热情 然后使得政党和议会短暂的 或者说为了这个事情 惊人的团结在一起 预算批 没有不通过的 并且层层增加预算 没有问题 双方把目光 把感情都一致对外的 为日本的扩张 为帝国主义 这个侵略 这个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就在政府一致对外的时候 民间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民间这时候被所谓的爱国主义 和民族主义的这种热情 完全点燃了 我们不能说没有那些反抗 但整个国家的情绪 绑在了这样的一个战车上 人们上街示威游行支持政府 然后表现出慷慨的热情 和一种热血沸腾的 这种国家主义情绪 就在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团结 带来的支持政府的游行示威 无形中给日本的民权运动 又开了一个民间的口子 那就是在层层的 这个治安法 警察法 这些限制民权运动的法律 这个高高举起的同时 由于国家主义的 民族主义的热情的 支持政府的这种游行 突然合法化了 这给群众上街 带来了一个合法的理由 这给民众作为主体意识的觉醒 带来一个理由 尽管他是支持政府的 但他们终于走上街头 尽管是支持这个 帝国主义扩张的 爱国的这种行动 但他们在走上街头的时候 有了自己的表达 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 这是一个一臂两面的事 这是一个微妙的缝隙 由于这种一致对外的 帝国主义扩张 使得议会和政府出现了短暂的合作和团结 也使得民间趁着支持政府 然后获得了自己游行示威的合法性 这是统治者没有预料到的 这也是真正的这个独裁专制的政府所预防的 所以说今天你想上街去支持某一个市 某一个什么的游行机会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时的日本确实被这种民族情绪鼓舞 确实民间由于这种所谓的国家式热情参与 而对国家支持的参与 然后发现了自我 有了政治表达的空间和缝隙 好的 那涉及到民间真正的反抗 刚才我们埋下个伏笔 就是日本的一方面是随着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情绪 然后点燃了国内的团结精神 然后使得议会斗争 民间反抗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日本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 就是明治时期的经济大发展 当时的日本真是突飞猛进 从职产兴业到后来的整个的这种工厂 这种制造业的引进 日本很快就成了亚洲工厂 尤其它的纺织业 它的声思 包括船队 在国外都已经和中国和印度竞争了 这也是第一代 也是日本的应该叫第一桶金吧 大家可以想见 我们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所带来的代价是什么 那明治新政府一点都不例外 在这个所谓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背后 是大量的工人 大量的农民 还有女工 等等等等 做出了叫做第一代的牺牲 关于这方面的描述 你可以去看 很多很多人的小说 包括那个通口一夜 包括夏末术史 这里都有描述 更不要说史料里所记载的工人条件之差 环境之差 然后引发的罢工 引发的整个叫做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极其惨烈 从1897年吧 到1907年 应该说十年间 以日本最重要的纺织业 纺织工厂 这个罢工就有32次之多 并且最有名的还不是这十年间的 在这之前 更重要的一次叫做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个人大罢工 就是这个1886年 在贾府 贾府应该是山里县吧 就是武田信玄的那个老乡 老家 贾府的羽工骚司厂的女工 女工大罢工 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个人大罢工 这个大罢工啊 影响很大 确实说也到了极限 这些女孩子生存条件 然后工作待遇极差 紧接着赴港的骚司厂女工也大罢工 工厂女孩成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 应该叫做工人阶级的反抗者 还有一次除了这个纺绿业之外 有一个著名的叫 祖伟铜矿 祖伟铜矿事件 我举的就只举代表性的 祖伟铜矿呢 祖伟铜矿是 在立木县吧 在德川家康的木不远 有一个组委 那个地方呢 是20世纪应该说 铜产业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早期的矿井下 挖矿石炼铜 不但造成了巨大的工人的伤亡 而且给当地的居民带来的污染之重 惨不忍睹 但是这个祖伟事件的 祖伟铜矿的事件的处理 就很有代表性 也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这个铜矿的代表人物呢 他叫股市什么权位 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 这个人是一个很出色的企业家 他早期不干这个 没承包铜矿 是干别的 是干是干纺织还是干什么 他发了大财 挣了第一桶金吧 然后呢 就承包了这个铜矿 这个铜矿本来很不景气 在他的领导下呢 生产的铜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 但是付出了整个工人的健康 环境污染的严重代价 并且当工人闹事 反映到政府的时候 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 基本上回避了民众的诉求 当然有一定的调整 但这个铜矿依然顽强的保留下来 多年之后才给工人一些说法 所谓铜矿对工人造成的损害 和对环境的污染 以及我举的那两个例子 那个妇女的大罢工 都是民间底层反抗有代表性的 那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 叫做低人权 低成本 整个这样的一个 包括牺牲环境 日本也走过这样的路 一点都不比我们少 只是说在处理问题上 到底该怎么做 那是后来的事 这个引起的工人权力的觉醒 工会组织 都是从那时候慢慢发展起来的 然后再举一个反抗的例子 就是所谓的日俄战争胜利 引起的一场公开的大骚乱 公开的大骚乱 什么骚乱呢 日俄战争是一个非常惨烈的战争 双方打的难解难分 尽管日本好像占了上风 但事实上已经撑不住了 在陆路上 当然大家都知道在中国 东北在旅顺 啥的那么惨 打的那么惨 这个这个乃木西典吧 都死了两个儿子 是吧 然后那是二三二高地 还是多少非常典型的那个 可以说惨胜 海军上呢 由英国的阴柱之 造成了俄国的军舰 不能绕过那个 什么什么海峡 不能过来 等到了海面的时候 已经这个就是疲于奔命了 这时候日本才占了点上风 但这时候战争 并没有完全把俄国打败 而双方都撑不住了 俄国怕民变 怕革命 然后日本的整个国利益都跟不上了 何况打这场仗 都是朝伦敦和纽约 借了一亿多日元才撑起来的 这个时候找的日本 日本的这个 找的美国的总统 从中调停 才来了一个双方的协议 在美国的这个普斯摩斯 这个合约 这才达成了一项 表面上日本战胜的 确实日本得到的权益 还是不少的 对朝鲜的绝对主权 然后领土 对中国 这个都得到了 但是没得到多少赔偿 没得到赔偿 一场惨胜带来的貌似胜利的 不得不签下的合约 事实上也尝尽了 这个战争的果实 就是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但日本民众 由于被前期煽动的 这种战争情绪太过高昂 这个预期有点落空 不是一般的伤痛 所以说在这个政府 兴冲冲的拿着合约回国 以为得胜的当口 不想有三万多人聚集到了 日比古公园 日比古公园很有名 日比古公园就在黄居的旁边 不远 1903年开放的 那也是日本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一个公园 在那局会发生了巨大的骚乱 民众起来 由于外交行为反对拒绝合约 砸毁了350多状房子 警察和示威者各有500多人受伤 并且有17人死亡 都是以爱国的名义 都是为国家 这个所谓的这个支持国家 造成的一次大对立 大骚乱 这是日比古公园骚乱事件 举这个例子就证明 除了工农阶级之外 城市的自由派 因为参与的都是这种先知先觉者 受过一定教育的城市自由派 比如职员呢 记者呀律师啊 大学教授啊 这些有文化的人联合起来 然后闹事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紧接着最后一个要讲的这个民间反抗 很有意思 那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社会主义运动 一直到后来发展成为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 所谓的共产党的成立 日本共产党的成立 是整个日本民权运动史上可以单列一张的 特别值得重视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如果民间的反抗没有出路 他既不能挤进啊 这个政党和议会 又不能在现实的生活中啊 现实的斗争中获得利益 他就会把自己的权益 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某种许诺者身上 这种许诺啊 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里从不缺乏 他从某种意义上是穷人的安慰剂 是无产阶级的避难所 他的煽动整合力量十分强大 从某种意义上 他甚至能够颠覆这个社会 在历史上都有 但我们直接的说 他更多的倾向于 一个美好的许诺和 暴力 推翻 现有社会秩序 国家秩序 打乱社会秩序的一个 在夺权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想不用多解释 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这一点 当然 在日本的社会主义 或者早期的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 也是从研究性的协会啊 到想参加议会进行改良啊 到走向暴力革命的这么一个过程 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在1898年就开始了 他是由有一些基督徒的社会主义分子和这些早期的 我们叫做早期这个领袖人物像安部鸡雄啊 信德秋水啊 骗山前这些人开始发起的 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那个时代的左翼 是那个时代的少数 是那个时代能够摆脱啊 政党和啊 某些甚至甚至社会阶层影响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这是在明治宪法颁布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但他真正的闹事是我们下一章在大政民主时代 然后崛起的 所以说今天的民间抗议 除了工农 除了城市自由派 然后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兴起 只是点他一下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啊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暗杀明治天皇的大逆事件 这是由社会主义分子发起的 就是由信德秋水和他的几个支持者发起的 这个发生发生的这个 这个事件本身的没有真正的发生 他们呢联合起来 然后有密谋 其中也有人在行动 信德秋水 信德秋水虽然没有直接表态 但他也牵连其中 因为毕竟是和他商讨 并且他本意的立场上也不会错 然后推翻天皇 干掉天皇 大逆事件不只是司法史上的一段冤案 他也是政治或者民权运动史上的一个值得记忆的事件吧 因为在法律上可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冤案 因为他的审判过程极不合理 但大逆事件的出现 石破天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天皇的权威 人们对天皇的啊 这种万事一系的绝对的挑战出现了 出现了 尽管未遂 它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并且这个信号 虽然随着大逆事件被镇压 埋伏下来 埋伏下来 到后来 频频发作 基本上关于明治宪法的前世今生 大体就讲到这里 我要做最后的一点 这个总结的工作 如果我们把历史紧紧的描述的比较清楚和准确 我觉得意义不大 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查教科书啊 都能够这个获得这样的信息 我之所以铺陈良久 就是因为是带着问题 要考虑明治宪法的 它的意义 它的影响 它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 明治宪法应该说是亚洲第一个宪法 奥斯曼帝国在1876年发布了宪法 但两年之后他就取消了 所以说亚洲上真正有宪法 并且以立宪体制 走入西方列强俱乐部的 就是日本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是极其成功的 尽管按照后来的 我们所想象的 无论是立宪政体 还是和平宪法 它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 但放在历史情境之下 明治宪法极大的整合了 这个国家的各派政治势力 可以说非常有利的把前期 1890年前期 日本现代化的成果 明确固定下来 并且为后来的 帝国主义扩张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起码是有地方时 有了一个叫做政治原点 对吧 然后呢 又有了一个给国民的说法 所以说明治宪法 在我看来 它是整个日本现代社会的 叫做第一个立即的 给国家立即 给社会定调的这么一个成功的范例 它最大的成功是 使日本在很短的时期内 摆脱了西方列强 这种不平等条约 并且凭着惊人的毅力 和超级好的运气 在我看来啊 这都是文学描述化语言了 日本很快就挤进了西方列强的俱乐部 1894年打败了中国 1905年打败了俄国 这可不是随便说的 这是国家硬碰硬的 国家实力 这个实力的背后 实际上是预谋已久 或者用心良久的 甚至于为这两场战争 整个日本的国家体制 为了陆军 为了海军陆军的倾斜 为了建立一个连接高效的官僚体系 都做了准备 因为这种准备是战争的舆论所需要的 那他的成果呢 1858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然后到了1899年 就获得了惊人的胜利 这个胜利是这个领事裁判权 是领事裁判权回到了自己手里 然后又延长了几年 是191年在明治天皇去世前吧 然后关税也到了自己的手里 并且呢 他打败了这个中国 慢慢的就往那个西方列强的 那个桌子上挤 到了1900年 八国联军起入北京的时候 日本像模像样的参与到了八国联军的国际维稳和平部队里 出人最多 让人惊艳 虽然补偿不是很多 但是他成功的利用这次国际维和行动 维稳行动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和口碑 很快的 这个就和英国啊 这个达成从同盟到协议 同盟更早一些1894年 那是协议 然后就跟英国达成了同盟 很快的 居然竟然挤进了这个一战的这个战车上 成为一个主导方 并且成为胜利方 又再次越过了朝鲜控制满洲 以至于后来夺取中国 他的利益线越深越长 他的这个力量做的越来越大 而站在西方列强的角度来说 一个已经立线的国家 是文明的国家 一个已经立线并且逐步实现自己的经济自强 和这种所谓的那种叫帝国主义侵略胜利的 这样一个累累果实的这样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这种作业交上来之后 明治宪法带给国际社会的 是一个应该说换掉自己这个像被卖身器一样 换掉自己这个屈辱的不平等的这种外衣 然后穿上华丽的服装成为平等主体 并且成为一墙 因为亚洲就这么一个 所以说这个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最让人惊讶和我们中国人所好叹的是 在终极权力不变的情况下 政治如何适度分权 官僚系统如何有效运转和保持适度的公正 1877年吧 日本实行文官考试制度 这是他最自得的 这也是他向社会吸纳力量 也是他自己在不断释放 或者说在有效的释放了政治威权 所带来的一个良好成果 文官考试制度 政党中立不加入政党 然后保持自己的廉洁和高效 培养了一个努力干事 认真服务于国民的官僚系统 这是他成功的一个秘诀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所佩服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 天皇永远在那里 他的权力不动 可是呢 他的政治权力事实上有分配有分解的 并且他的政治斗争的缝隙是有的 刚才我讲的 下一院审查预算也好啊 为了国家对外 然后上街游行示威演讲也好啊 然后居然有那样的 这样的在警察法 在保安法 在军警县特镇压下的各种结社啊 还有大罢工啊 这些事实上都在松动着 松动着这种专制啊 独裁政权的一种矮板的僵化的气息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 如果你的国家处在一个文明的洼地 无形中 你就把所有其他国家变成了租界时的统治 就倒过来了 你在租界之外 国际文明俱乐部不会跟你玩 并且呢 你会频频发生外交灾难 你会每天都在气急败坏 对不对 日本 巧妙的避开这一点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不平等条约 扣在自己头上 发愤图强 甩掉这个帽子 摆脱这种租界歧视 就是你发达俱乐部的那些玩法 我日本人赶紧去 尽管这里面并不轻松 但日本最终取胜了 对比之下 就是有些国家在攥着终极的权力 实际上自外于这种叫文明世界之外 无形中啊 把别人变成了租界内的那种叫政治治理 自己在租界之外 永远不会获得平等的权利 永远不会获得平等的权利 并且这里面我刚才特意举了 随着经济大发展 随着所谓的对外扩张 整个国家意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事实上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也有启发 一个国家如果还不是立宪体制 如果还不能够真正的在宪法上还权移民 或者有效的把权力分解 国内的政治的紧张 是我们在上一讲的这个明初的政治反抗中已经看到了 就是你死我活死的 因为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没有分权 因为政府的统治是全然的统治 而民间的反抗是全然的反抗 它是一种尖锐的对立 这里面没有公民社会 没有国民的概念 没有中间体 那就是一种刚性之力 随着你的立宪 真正的立宪体制 哪怕是半拉子工程 哪怕它是不完美 但是有着这种摆脱这种西方列强控制 然后真正的相认为国 使政治统治达向公正和有效率 是应该放权的 讲来讲去 明治宪法事实上在近代日本发展史 和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这个角度来看 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大大的 大大的字 让我们这个应该有所反省的 那就是这个字 约 事实上无论国家内部治理 还是国际社会之间的国际关系 都是一个约字 形象的说 日本就是从一个不平等条约 扣在自己头上的后发国家 努力摆脱这种不平等条约的约 学着跟别人怎么约 然后达成国际条约 然后又强加给别人条约 来证明自己的国力 然后在内部呢 又不断的试着从民权运动 政体改革到开放社会 不停的实际上在立约 和各个阶层在对话在立约 对不对 无论和农民 无论和工人 无论还是和这个军部等等等等 实际上都是在分权立约 分权立约 如果不知约为何物 随时定约 随时毁约 那那个木墨政府的这个经验教训非常明显 实际上短暂的用了一点小手段 小抵赖就被别人识破了 打到这个当头胖揍 从长洲翻到萨摩翻 更不要说后来啊 对不对 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守约不守约 立约不立约 这样来说 对比日本明治宪法 我们明显看到了一个有野蛮后发国家向文明挺进的这样一个立约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我看来是不可或缺的 是绕不过去的 是不能够投机的 这一点上从日本的发展的历史纵观对比我国 你就会感到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所以说我总不像一开始那么乐观 一开始我想到的明治维新真的是一片光明似的那种 像我开头所说的一切 当你稍微了解多一点之后 你才发现里面的艰难的历程 这里面真的很难 这里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也不是想象的有多么多么困难 势在人为 好在日本在这样一个怪圈中 一步一步走出来 尽管他后来走向膨胀 那是后来的事 所以说在我看来 当下中国特别像在某种意义上 像明治维新前后 明治宪法前后的日本 好了 大体上呢 我就讲这么多 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些杂感 一些自己想到的 哪些地方讲的不对呢 可以大家提出来 感谢大家陪我这么长时间唠叨 再次感谢 谢谢 感谢国军老师 国军辛苦了 赵国军先生 他作为青年法律学者 我知道他选择了一个 他非常关注 非常重视 而且非常热爱的选题 那就是日本的这个近现代的民权运动 但是这个选题 我知道是非常的红阔 这里面的这种千山万水 我知道真的是如果说想讲清楚的话 真的是很难的 所以我这段时间我一直知道 国军的这个努力 也特别感谢他能够 这个就是把这么宏阔的一个专题 通过这样的这个非常喜闻乐见的 轻松的也这样的一个形式 讲述给我们 分享给我们 让我们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省事的学到了这一段的这个知识 国军选择 选择言说这个日本民治宪法 以及日本的这个民权运动 我想我一方面是学习到了这一段历史知识 但是我想我更重要的是 我听清楚了国军的言外之音 就像我们庚子自由谈 大家记得吗 其实庚子自由谈 我们首先推出的是 话说日本系列 所以说我们庚子自由谈的这个 我们最早的一个聚焦 以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住场主题 就是日本 而且我们准备把这个这个主题 只要是只要是条件允许 我们就不断的做下去 并且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 能够听到能够看到 我们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我们在言说之外的言外之意 前年2018年是明治卫星150周年 同时也是我们的戊戌变法120周年 而我们今年迎来了庚子年 我们明年将会迎来星丑年 大家可以回溯到两个甲子以前 那么这个星丑 庚子 戊戌 这些名词是不是都带给我们那种 触目惊心的那种历史回忆和历史触感呢 那这些所有的就这几个名词 这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所有的都同时的指向日本 指向日本的国运 同时又指向我们自己的国运 所以说我们不断的言说日本 我们不断的言说日本的这个 这个民权运动 日本的立法 我们我们其实我们关照的是什么 就像好像昨天 昨天我们一起在祭奠孩子 一群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 当我们提到孩子的时候 当孙国栋先生那个长达 可能两分钟的这个静默的时候 所有的人我们都一起红了眼眶 我们都一起哽咽了我们的声音 我们真的是在哭孩子吗 就像我们真的是 现在我们是在说日本吗 其实我们所有的眼泪 我们所有的言说都指向我们自己 我们无论天南海北说的多么宏库 我们说的哪个国家大洋彼岸 其实所有的聚焦回过头来都聚焦在我们脚下 这片土地 这片带血带泪的土地 好了谢谢朋友们 今天的赵国军先生的日本民权运动 我们到此这个告一个小小的一个段落 赵国军先生还会有第三讲 第四讲让我们一起期待 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今天是3月27号 您这个庚子自由谈的第十四场圆满结束 谢谢各位再见 我用语音尝试着回答 完全是尝试着回答 贺老师问的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有意思 就是日本这约从哪来的 是凭空而出现的吗 那谁愿意守约 谁不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考量 以我看到的资料也是重复别人专家的观点 一个是确实是列强下的压力造成了举国共识 因为不摘到这个帽子是不行的 第二个就是日本确实有一个叫做不做第二 永征第一的一个竞争的民族性 叫做民族性 就是只要这个事干 这事就得是第一 就得往前走 所以说今天我讲的 显心引用那个富高颐日本第一 日本第一不是那个 他那意思 就是说日本就一个永征第一 只要干就往前冲 还有一个我真觉得日本的这个支持 我的话呀 这个很有作用 因为已经让别人给拎出来了 然后就就放在那里 真是有一个支持 他觉得那是一个耻 另外呢 你也知道日本人基本上是喜欢 把这个事做出来之后 等着别人评价 别让别人说出不好来 尤其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守约这件事啊 我觉得只是默默时候短暂抵赖了一段 后来呢 就努着劲的得往上赶 反正起码这个立宪这件事 咱都不能丢人 当然这里面巨大的争论 到底立什么样的县 他跟各国宪法也真是真是不一样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 与日本的文化民族性 还有他的传统会导出这个来 当然我没看专注 中国这个问题事实上 我也常常的回答 大家要总抱怨的话呢 我事实上 我个人啊 这个以前说过 但是 但是我要重复一个 就是中国的 就是近代的守约吧 就是我们的自由派 或者这个知识分子 常常爱引用这个 1938年到1947年 共产党这个 跟国民党斗争时候的宪政言论 这是个很有 很打脸 很有说服力的 这个要立立立立宪动 但事实上呢 即便包括49年以后的共同纲领 延续了所谓他批评的 伪国大 好像要承载的一个立宪职能 但他的宪法是 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立宪政体 或者说这种民主宪政的观念 这个人家共产党可美望初心 就是说在他的初心 真正的动机目标里 根本没有 不存在这个 因为他是打土豪分田地 然后达到一切 他没有这个叫民主宪政追求 他之所以那十年操宪政话语 他是一个绝对是他的工具和手段 你不能把它当成目的 以至于后来 大家知道共同纲领 要管一万年 管一百年典型的共产党话语 就不立宪了 可是马上斯大林的一指示 又开始立宪 这是一个完全在掌握了政权情况下 刺刀下 然后所谓的以人们的名义 这个立的宪 我觉得是不存在这个约 最后一句话 这个很有意思 日本是否是中国的毒药 事实上我是有这个用心在的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 当今中国就在另一方面特别像日本 所谓的经济大发展 所谓的民族爱国主义情绪高涨 甚至于叫嚣战争 我的痛彻心肺的观点是 如果没有立宪的这个刹手锏和刹车器 和这个美丽的这个镣铐给全力给戴上的话 会疯狂 中国会疯狂 会走向日本最糟糕的那个部分 谢谢你 谢谢观看